男嘉宾 支持酸奶杖 支持了为爱闪亮 孟爷爷好 黄老师好 各位嘉宾好 我叫张家豪 今年24岁 来自南京 张家豪 来 选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生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有独自旅行的时间 大概多长时间呢 两三天呢 还是两三个月呢 就是半年去一次 吓我一跳 我问他旅行多长时间 他说半年 半年去一次 对 一次去二十几天到三十几天 那也不断了 就是长期的这一种 那也就是一年有两个月在外边 你的旅行要那么长时间 去南极二十多天也回来了 对 我喜欢就是去很远的地方 然后去不同的城市 然后去认识不同的人 这样一种习惯已经坚持多久了 两年了 是有女朋友的时候这样的还是 就是有女朋友我也会坚持这个习惯 八号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去交到新的朋友 你会跟他们去介绍你有女朋友的事情吗 还是你就是想体验一下一个单身旅行的这么一个快乐 不是的 就是我出去旅行的话主要是认识不同的人 然后跟不同的人有交流 他们的意思是你要不要认识不同的女人 对 我没有理解错吧 对 如果说那个女孩子比较有趣的话可以做朋友 可以做很好的异性朋友 就一起出去玩那种朋友 你会告诉那个比较有趣的女孩子你有女朋友吗 必须 必须 必须会跟她说我有女朋友 就在别人知道我有女朋友的前提下 再去跟别人接触 你说得到做得到吗 必须的 我来给你做一道测试题 有一天晚上你跟你女朋友两个人在家 你肚子很饿 你想点一碗粉 你会不会问你女朋友 你要不要吃啊 你会问吗 必须问 他如果说不吃 你会再问一遍吗 你说要不要少吃一点 我是这样的人 好 他又说不吃 等那一碗粉来了之后 他说他要尝两口 你给他尝吗 必须尝 如果他把他尝完了 你生气吗 不生气 他做不到的 他对这个事做不到 以至于我怀疑他刚才那道题 他也做不到 好 来 第二个问题是 我不希望女朋友睡懒觉 睡懒觉的界定是什么 到几点算 你后算 就是有明确的科学表示 一个人每天睡过九个小时 他就会反应比较迟钝 就比较暴躁 那也就是说如果十二点睡觉 就不能晚于九点起床 这个意思吧 对 那你介不介意他两点三点四点五点才入睡 你的女朋友如果凌晨三点睡 十二点起 十二点起 这可以吗 他也没超过几个小时 可以 这是他正常生理需求 我这个人起来比较早 你几点起 我每天大概六七点钟就会起床 你几点睡 每天十点十一点钟就会睡 你每天十到十一点就睡 对 你从事什么工作的 做咖啡 你是咖啡喝糊涂了 咖啡对我们已经不起作用了 你们爱睡懒觉或者超过九个小时的举手 这基本上一半 那个六号你是睡到几点的内容 我觉得如果少于九个小时 我会觉得我会变老 因为我觉得我要睡不好睡不开心 睡不开心 就是我一定要随着我心情来 我想睡就睡 还说一定要控制好九个小时 超过一个小时都不行 这个就 因为睡懒觉的话 它会内分泌失调 然后你可能会长痘痘或者长胖 你今年多大来着 24 24岁 我建议你这个岁数 你们这么年轻 李蒋养生可能还有20年 等你40岁以后 大家中年男女讨论一下养生还啥 现在年轻让他们睡开心 必须睡开心 肯定睡开心 你管他几个小时呢 看第一条片子 我曾经190斤 我曾经190斤 上镜看起来要再胖一圈 所有的改变开始于两年前的偶然 那天随手点开了一个视频 我被吸引住了 我跑到上海向咖啡大师学习 在去年 我在新街口经营了一家咖啡店 一起学咖啡的朋友 带我走进了马拉松的世界 每天十公里风雨无阻 两年多时间 我跑了三十多场马拉松比赛 获得了四十块奖牌 马拉松让我变得更加自信 现在回头看看 当初的坚毅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瘦下来后 我收到一份意外惊喜 一位影楼老板推荐我去拍婚纱样片 礼服 白纱 对饰 香拥 美光灯下 穿婚纱的她不停地更换 但是我依旧憧憬属于我们的那张 关于爱的婚纱照 我有时会想 如果当初错过那个偶然 现在我会是什么样的 我来到飞城 希望能有一位女生出现 再次改变我的人生 你跑一次圈吧 多长时间 三个半小时 可以啊 这个距离就从我家到路口机场 41公里 这就是奖牌是吧 对 这些都是我的奖牌 这些奖牌是参与的一个纪念奖 还是都是有名次的 有参与的也有名次的 最好的名次是 6000人里面跑100吧 那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7号 男嘉宾你好 我好像点外卖点过你这样的咖啡 我本人觉得你长得还是蛮帅的 然后皮肤也很好 你看就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我好看吗 好看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好看吗 因为你眼里有我 因为我唯一坚持就是每天都在和全国销量摇摇领先的知识酸奶 长知识啦 所以我的皮肤状态才会这么漂亮 我也经常喝 来 我们看下一条 我谈过四段恋爱 第二段是在大学 我们都喜欢宠物 喜欢冒险 那时我很胖 很自卑 我觉得我配不上她的漂亮 我忍气吞声 受着女友的万般指使 她让我删掉微信里所有女生 我就照办 她的强势让我更加的自卑 跑步中 我认识了上一位女朋友 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 一起规划线路跑野道 一起参加比赛 我也曾认为她会为了我穿上婚纱 她喜欢替我把生活规划的满满档 可是我希望在恋爱中保留自己的时间 希望工作间隙出去旅游放空 我觉得恋爱双方要有独立的人格 在爱情里首先要学会爱自己 这样才有能力去爱对方 最终我选择了逃离 恋爱是为了获得美好的生活 成为更好的自己 如果因为恋爱而把生活过得一团糟 那不如不爱 那个女朋友让你把手机里 所有的异性联系方式都删掉 你是心甘情愿的还是不情愿 情愿 那你抱怨什么呢 你既然情愿你抱怨什么呢 就是 你为什么要说忍气吞声呢 有时候觉得就挺过分的 就有时候 再问一遍 你是心甘情愿的还是万般无奈的 万般无奈 对呀 你要心甘情愿就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你不情不愿的 没办法才删掉的对不对 为什么要答应呢 为什么要答应删掉呢 因为觉得想跟他继续发展下去 如果不答应就发展不下去了 他就生气嘛 你就没办法了 对 我就想起你的那个倒霉同行 做医美这个行业 和他被前女友逼着删掉 异性的联系方式的事 我就想特别对你现在年轻人 说一句话 谋生的时候不能丧失良知 求爱的时候 不能丧失尊严 一个年轻人同时能做到这两点 就相当可贵 你看挣钱 挣一份体面的钱 不容易 要获得爱的时候 不能以自己的卑微来换取 跟他继续发展关系 你如果能接受的事情 高高兴兴地接受 如果不能接受 在那个时候就告诉他 我不能接受 而最不应该做的事情 是为了得到 什么都答应 而让自己委屈了之后 实际上你也难以 在长久的维系这种关系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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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干过的人是7号 他举手了 我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我会先点来看 如果长得不怎么样的 无所谓 你留着就留着好了 但如果我觉得长得就是 会让我有威胁性的 我就会逼他 我说拿去删掉 然后后来我惊讶地发现 他不仅偷偷加回来了 而且把备注改成什么堂姐 表姐这些的 我说这头像看着很眼熟 我说怎么吃着你堂姐的 一看 20多个堂姐 反正不少 5号 我没有逼男朋友 删过什么异性 但是他有逼我 删过一些异性 主要是每个跟我聊天 他都要去问是谁 就我记忆印象最深的 就是也不能追星 就是你不能让他发现 你有喜欢哪个男明星的这种 然后我记得我以前 喜欢过一个那个 韩国的一个组合 然后呢 我当时很喜欢很喜欢 但是我是偷偷地用微博 注册了一个小号 用这个小号呢 去关注这些那个明星的动态 然后呢 他们还来南京开演唱会 然后我也偷偷地买了票 那我就很担心 那天晚上我在看演唱会的时候 他找我聊天怎么办 然后我那天白天 还提前录好了晚上 在家里面 做什么做什么事情的视频 应该录好 你说的这些技术手段 经常出现在谍中谍里头 你会在那里 他的前男友 如果和他的前女友认识 应该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那个要你 譬如删掉异性的 那个女朋友在一块 相处了多长时间 一年多 你是打那会儿开始 想要每年自己出去一次的吗 因为我那时候出去晚了一次 我觉得那种生活方式 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以后每年都 你想一想 这就联系在一块 就非常有因果关系了 一个这样的女人 做女朋友 她半年才要求出去一次 这是多么大的毅力 你换个人 半年要求出去一次 一次出去半年都有可能 其实她是想 那一个月 稍微有点尊严地在外边活着 于露 男嘉宾你好 我想跟你分享一个观点 就是人和人之间 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 应该有一个舒适的距离 我觉得你和你的女朋友 都有一些问题 你必须要求别人不能睡懒觉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强加给别人 而你的女朋友却要求 就是强行地删掉你的通讯录 她也就是把自己的意愿 强加给你 所以我感觉你们两个 可能都有一些问题 我觉得于露说得非常对 恰恰是因为有舒适的距离了 才会有那种舒适的关系 应该是怎样呢 两个人先在认识的过程当中 确认一下我们是不是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